大多數時間你都在從一個房子到另一個房子的路上 盡量讓自己忙起來,不讓自己一個人呆著 有些時候你會覺得在北京你什麼也沒有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其實有你沒你都是一樣 我不識字啊,沒上過學的人啊 第一次出來就到飯店裡就點菜也不會點,客人說點魚香肉絲 我說你好,你看看哪個是個魚香肉絲 他給我指的這個是魚香肉絲,這個是魚香肉絲 這個字叫個魚香肉絲 我就天天吵吵,寫的字賴大賴大的 現在寫的賴大賴大的 後來我就這樣一點一點的學會 目前,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最大的成就 我堅持單身了27年 從來沒破除過這個信仰 嗯 你理想中的另一半是什麼樣的? 有可能碰到了那個人,他就會散散發光 就是那樣的人 我最大的夢想 你要說我就和我的父母和我弟弟一家人住在一起 在北京那裡有房 不應該叫房,我覺得應該叫家 我覺得有了房子才有了家 現在還沒有事情 最大的夢想 改變世界 嗯 作為一個互聯網公司的員工嘛 就是在剛接觸互聯網的時候 就被洗腦過 人活著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改變世界 難道還能為了別的事嗎? 那如果說讓你為改變世界 設計一個東西 那你會設計什麼呢? 設計一個自己的分身嗎? 就是我能在這裡工作 然後有一個跟我思想有一個相似的機器人 能在家裡陪下我的父母 就是這樣 是被客人打了 但是我們是業的營業嘛是吧 我們正在給他們上菜 他小孩正在摔我們的餐具 不讓你說話 他就使勁地扔你的餐具 他就是找事的嘛 他吃了飯吃了四五百 他就給你二百塊錢 他就走 我就把門鎖上了嘛 門鎖上了後來 他就打了那個服務員 又把我臉砍了兩巴掌 打了紅了 打紅了 打懵了都 應該是在13年 看了一套房子 我印想到最完美的一套房子 前面面臨著北京的高樓大廈 撤吹馬龍 你會 就會想像 如果我父母在裡面住著 我弟弟在裡面住著 我在裡面住著 這種感覺 可以做一個比喻吧 就比如說 一位男士 她有她的愛人 面臨著北京的撤吹馬龍 晚上河北紅酒 回頭一看 你心愛的人在旁邊 能夠安然入睡 其實這種時候才是 就這種感覺 你會覺得你很有成就感 你的努力一切都值得 我妹妹比我小一歲 比我小兩屆 我妹妹的學費 都讓我來承擔了後來 然後這些我特別自豪 就是不用他們來養 你父母是不是也挺以你為驕傲的 還算是吧 送個手機 她就說了 你花那麼多錢幹什麼 我以前那個破的諾基亞 還可以用得好好的嗎 但是他們說回說 但是用了之後 她就告訴我 這個怎麼用微信啊 怎麼視頻聊天啊什麼的 特別開心嘛 父母兩個人都爭搶著攝像頭 對著我看 然後有時候我把攝像頭挪開了 她說怎麼見不到人啊 她就是想要一直盯著人看 我小孩的東西我也不捨得扔 我都給她用開水什麼的 都燙過消過 都洗得乾乾淨淨的 一直沒扔 我一直就出來了 孩子這麼大了 我還在那裡面放著 就是她的尿片呀 想一想 在她的小被子啊 毛毯啊什麼的 都在那放著好好的 所以其實心裡對他們是 有點愧疚的 好像沒有陪著孩子們長大 是 有時候她不聽話揍她了 她就我女兒說 你憑什麼揍我呀 你有沒有照顧我 她就這樣說啊 我孩子啊 女兒啊 如果你的生命還只有一年 嗯 你會馬上去乾淨你現在的生活嗎 立馬回老家和父母在一起 和他們一起回去生活做什麼呢 他們也可能做不了什麼 每天看著他們 就已經很足夠了 你記憶裡最後悔的時刻 你記憶裡最後悔的時刻 就是感覺 歲月太衝衝了 嗯 就是後悔好多事情 沒有去做 沒有時間來做 比如呢 比如就是出去玩 那你做過的最不後悔的事是什麼 來這兒跟你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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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